专访丁宁被骗轮饭举魅困心魔忧郁10年。 48岁的丁宁考幸福城市首次入围金马奖女配角奖,但她自认过往没有代表作能被金马肯定,感动说终于对父母有交代。 不惠言既然入围,就想要得奖,其实她一直想做好演员,却因拍写真被归类为性感女星,就算拍戏也被设为综艺咖,还曾被带去参加反局,外界有色眼光让她没安全感,曾有忧郁倾向,总是带住防御姿态,她说我很怕别人侵犯我,占我便宜。 她曾拍叛逆与风骚,写真集,给人性感火辣印象,但她不惜被设为脱心,有阵子我觉得我有忧郁症,我每天回家都蹲在门口哭,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很性感,上节目也要穿得性感,可是我不是只是这样,我不是只会穿火辣,上节目耍性感,我想当一个演员,她有10年都活在这样的情绪里。 尽管上综艺节目赚到知名度,但她却觉得空虚,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。 她自认口条不好,也不懂耍宝,上节目当通告艺人,其实压力很大,很多人都喜欢上综艺节目,赚钱又快,我有什么好埋怨,但我就是不开心,且总不能切割,性感,让她对外界有很重防备心,自动拉开交际距离。 她透露,陈伟明就有说过,我看起来很怕别人侵犯我,像随时准备要跟别人打架一样。 坦言其实是不自信造成这种状态。 她自报曾被过去经纪公司老板带去参加饭局,翻了个白眼无奈说,那时候局好多,想不到他们还有收钱,我以为只是老板找我吃饭,没想到一去有好多政商名流,老板居然说有事就先溜,我就被丢在那边陪吃。 她只好当成陪长辈吃饭,幸好都是遇到有头有脸的人,不曾对她动手动脚,但她也对这种文化相当感冒,因此防卫心也特别重。 出于害怕被恶狼斩便宜的心理,她爱去健身房健身,把自己练得强壮才不怕被欺负,但太壮导致背影看起来像男人,经纪人建议她去学瑜伽,因此爱上这门运动。 她有负面情绪困扰,虽没看医生治疗,但因瑜伽而好转,她说,问我瑜伽最大的帮助是什么,我会说瑜伽改变我的人生,我这辈子一直在寻找瓶颈,我在生活上的愤怒,不满,在瑜伽里得到疗愈。 她刚接触戏剧时,有次拍夜戏,隔日凌晨赶到另个新竹剧组开镜,她整夜没睡还要开车,心想过现在不是停下来睡,赶不上开镜,就是出车祸被撞死。 她刺打巴掌,逼行自己,还拿出剪刀刺自己大腿,好不容易开到新竹,却还是吃到一小时,剧组工作人员都斜眼看她,暗骂新人还敢吃到,摄影师也酸她,一场这样,很难拍。 连导演也恶症她,一场戏N剧,十几遍,还呛她,你是猪蛙,不会演戏来干吗?来浪费我们时间。 她面对剧组恶意都忍住,拍完还笑着跟大家说再见,但离开后她车子停在路边,崩溃大哭大叫近40分钟,虽然我也不红,但我在综艺节目上大家至少还尊重,不知道是不是被当成综艺咖。 戏剧的人觉得我是不同规格,所以综艺和戏剧是两回事,但她不愿认输,自认不是退出演艺圈,就是拼给他们看,想演戏的心让她撑下来,以我的个性当然选择跟他们拼了,也因为这些东西,会知道有多爱这个工作,我确定我想要当个好演员。 她自认没有代表作,感叹,身为演员希望有代表作,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。 今年平幸福城市一举入围金马女配,她在片中演出黑社会大紫头,其实她爸爸在彰化地区交友广阔,在江湖颇有地位,弟弟也曾在天道门,她小时候不喜欢家中出入江湖人士,但如今能成功全势力尽沧桑的江湖味。 她归功于过往经历,说,我领悟到生命中所有的事情,都是为了成就我现在。 她也感谢家人支持她演艺事业,当初入行拍写真成名,其实家人反对,但父母都没有说阻止的话,只要她想清楚是否是自己所要的,如今入围金马奖演技受肯定,她最感动是对父母有交代,爸爸也说,我非常骄傲我女儿。 让她忍不住更叶落泪,边擦眼泪边说,我希望我可以牵住她的手带她上台领奖,其实家人的的一句话可以让我撑下去,真的谢谢她们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